作为一名彩妆爱好者,我好像没给大家介绍过妆容方面的推广,这怎么行? 毕竟一周七天每天变换妆容的我,对于风格妆容也是很有心的的我,所以今天Freedom就给大家介绍两款我最近超爱的妆容这两款妆容可以做的, 所以适合很多人,一个是充满少女感的乐系妆容,另一个是很有风情的复古港外妆容,复古港外郭凯杰最近因为一次整容上了热搜,我点进去一看原来是因为换了新的发型妆容,周六夜现场新造型也太有风情了,复古转发加上超美红唇,一种老港新的味道扑念而来,我太喜欢了, 最近抖金上,也出现了很多扑港风造型的小姐姐,所以来给大家感受一下,Freedom一直特别喜欢那个年代的香港女明星们,或娇媚或英气,美的各有特点,想要提高自己的辨识度,形成自己独特的妆容风格, 80年代的港风复古妆容非常适合你,底妆那时候的女生没有特别追求皮肤的白皙,整体妆感偏假光雾面,就是那种色带高级感的磨皮效果,很适合自己的皮肤眉毛那是港新女神的眉, 比较流行英气的长眉黑灰色系,注意眉缝的勾勒眉芯片修长,画的时候要稍微的长眉尾,岗位就完全出来了, 半包眼线港风大多是全包或者是半包的眼线,为了更加日常的妆效,还是建议大家画,半包的下眼线既可以自然的放大双眼, 又不会显得妆面过于隆重大红唇,靠心总是一大红的唇,色是人是港风特有的色调妆容一般都偏雅光质, 并没有特别吸引人的地方饱满的红唇就成了妆容中的重点学会致技点岗位妆容特点, 你也可以轻松画出风情,满满的复古妆容啦,日系少女,走少女青春风的妹子, 你们一定比较偏爱日系少女装,水水嫩嫩的妆感无辜可爱,让人如墨尘风, Freder日常也比较偏爱日系妆容,简单又提气色,最重要的是亲和力很高, 毕竟每天上班还是要让人感觉和爱可亲比较好, 竟我觉得打造一款好看的日系妆容,口红是主力军,充满光泽感的玻璃唇杀伤力真的非常大了, 对于夏季妆容来说,玻璃唇妆也能让你轻轻松松已经很大, 这让Freder想起了口红中草剂,紫慧离家,几乎每一张杂志图都让人好奇她的口红色号, 甚至同款色号,我们都非常想买,紫慧离家的唇妆大多都是清透的玻璃唇, 温柔亮的光泽让干净思蓝的日系妆面充满生气, 也难怪她一直是日本女明星偏爱的唇妆造型, 玻璃唇妆的特点就在于妆感十分清透水润, 上嘴后透亮又风铭,满满的少女感, 很适合用来打造活力四射的夏孽妆容, 拥有玻璃唇的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在涂好的口红上叠加一层唇流唇泥就好了好了, 这两款我偏爱的妆容希望你们也会喜欢, 大家周末愉快,回见! 感谢观看